它這是兩戶然後一個門喔 這是屋主堂買一次買兩戶 一次買兩戶 這邊電器櫃是原始建商標配 沒有 這套是我做的 全部我做的 全部 下面這個也是 這建商是沒有配足具的 喔 建商沒配足具喔 所以四間房間做天花板 有一間有做櫃子 然後跟一樓做了電視背牆 然後還有廚房 這樣子 總共預算花了多少錢 它總共花了178萬 都做基礎工程花了178萬 今天有一個網友特別委託我們的好朋友阿翰 嗨 來分享它這個房子 它這個是一個透天形的社區嘛 它這個是沒有就是沒有管理 管理與市的社區等於是開放市 但是它也算是一整區規劃的 那這個社區是 我怎麼覺得 它這是兩戶然後一個門喔 還是什麼 然後兩戶 這是屋主堂買一次買兩戶 喔 一次買兩戶 然後把這個墻把拉掉 喔 本來應該是要有這個墻啊 是不是 喔 大家都有這個墻 啊 它是把它拿掉 欸 這個 這種的社區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要去隔壁家喔 直接跳過去就是變隔壁家 所以它是兩戶打通嗎 還是兩戶是兩戶 也是分戶 分開啦 只有這個 喔 只有中庭前院的部分是 就是合在一起 所以有可能是兩個兄弟 是嗎 要未來 它左邊這邊是它公司的辦公室 喔 一個是辦公室 然後這邊是住宅 喔 這邊是住宅 那 這邊的二樓 它 嗯 那明天才要進家具嘛 所以未來應該它是一組沙發 跟一個茶几在這邊 對 所以這邊沙發被牆到電視牆的距離 大概三米半左右 對 這樣子 所以沙發 茶几 電視 我看到有一些設計 它這邊會做得比較深 這個大概20公分左右 主要是它這個把它推這麼出來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一般來講都是整個屏 很多很多設計 都是整個屏面 對 然後再裝上那個電視架 對對對 它不會是只有42吋 然後直接放在這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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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吋 75吋 那這只是這個空間設計 電視架放的 沒那麼多燈啊 沒有 所以我們看很多形態的 什麼叫很多形態的燈 如果只要放開這樣子 嗯 就間接照明比較柔和 對 中間要曝光 如果也要只要開這樣子 它的燈泡大概20幾顆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往後面看 它這裡有做一個拉門 就是隔絕 主角裡外 我們走到後面來看一下 先看到它的一個廁所 也是梯下的一個廁所 應該是可以淋浴的那邊有一個 這個蓮蓬頭 門有換嗎 沒有 建商的 建商的 那後面是餐廳跟廚房 那到時候這邊會放餐桌嗎 對 這邊會放餐桌 圓桌嗎 這個是長桌 長桌在這裡 家具明天要進來 然後這邊電器櫃是原始建商沒有配 那這套是我做的 咖啡社上面這個木紋的是你做的就對了 全部都我們做的 全部 下面這個也是 這個建商是沒有配足具的 建商沒配足具哦 那它這個應該也是 比較高級的才會這樣子 然後包含這個主具哦 櫻花的三機 然後沒有洗碗機就烘碗機而已 然後後面有一個工作陽台 工作陽台的部分有相通嗎 也相通耶 二樓的後面這一間 所以剛剛那間完全沒做 這一間是有做整排的櫃子 可是這間房間其實很大間耶 那為什麼它要做這個 要連在這邊 這有點 它櫻窗台 它櫻窗台為什麼不做一個獨立的呢 這個有 就空間有省 這樣有 要省嗎 這麼大間的房間 省空間 做這樣子不是為了省空間嗎 沒有 就是整個整體性就對了 然後牆面也做一個跳色 這個是珍珠奶茶的顏色 這個不是泰式奶茶 這個是泰奶 比較紅一點 這個顏色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 它這個建商當時配 但是 三樓到了 我現在是在三樓還二樓 怎麼長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所以它這個 只做了天花板跟冷氣的部分 大小也是非常 非常不錯 現在 如果是在北部那邊 我們那邊要買到這種透天 然後 就是室內的這個坪數 房間的坪數要這麼大 都很貴 所以我不知道這邊 這邊也是 櫃子這一間就沒做了耶 所以它其實大部分的錢 都放在一樓 可是一樓好像也沒有做很多啊 只有一個電視廢牆 跟旁邊 還有那個廚房啦 廚房的部分 然後 隔壁還有 那這邊是四樓 四樓下去就頂樓了 這是烏突的一個空間 這一間 這邊就完全沒做 然後只有一個 前面有一個陽台 後面有一個露台 來 放過我們 那它那個 這應該不是你做的吧 不是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這一個房子 好像做的內容 並不多 不多啊 它預算沒有到很多 預算沒有到很多 那它這樣子的話就是 兩間你說隔壁還有 辦公室是你做的嗎 辦公室是你做的嗎 然後做青鋼架這樣 都是做很基礎的工程 然後就是還有兩間房間 是做剛剛那樣 對對對 那那個好像也沒什麼做啊 呵呵呵 天花板 天壁跟櫃子這樣 喔櫃子 就兩間 然後再加上這裡 一樓的 那採光照不是你做的嗎 不是 一樓的就是客廳的牆壁 對 跟櫃子 還有那個櫥櫃 那其實木工每天 每間房間都 天花板都有做 喔 沒有這邊沒做啊 樓下 這次沒有 所以四間房間都有做天花板 欸 一間 二樓一間吧 二樓兩間 二樓兩間 所以四間房間做天花板 有一間有做櫃子 然後跟一樓做了電視背牆 加上櫥櫃 還有廚房 再加上隔壁間的 一樓 四間房間都有做 四間房間都有做 但是有兩間有做櫃子 櫃子 跟一樓的金剛架 對 這樣子總共預算花了多少錢 它總共花了178萬 178萬 對對對 都做基礎工程花了178萬 對 它是花在哪裡 一樓廚具 喔廚具很貴喔 那一套 那一套廚具 然後再加上所有的 黑層樓的這個燈啊 喔 啊對齁 這個建商連廚具都沒配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配 然後這個牆面整個都重新在刷貨 這是我的房子 這邊上來的地方是客廳 那這邊是電視牆 沙發座椅 這裡是頂樓 買中古屋真的是有一個壞處 就是 這邊要補那邊要補 邊要從前那邊要重用 就會花很多錢 因為這邊是透田 然後樓層就比較高 就整棟用下來 早說也要個 五萬 為什麼買煩 日期要回到幾天前 耶 今天來貓咪咖啡廳 超級期待被貓咪包圍的樣子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貓 可是沒有機會養貓 可以被一堆貓咪包圍真的是超級幸福的 這種被貓咪包圍的感覺 好想要 每天都有 所以我就買了一棟房子 這鑰匙真的是有夠搭串的耶 這鑰匙真的是有夠搭串的耶 連那個前屋主 他都不知道哪一個鑰匙 是開哪一個門 這邊 這是我的房子 我會買在這邊是因為 我本來就不喜歡太熱 然後太市中心的地方 我喜歡比較安靜一點的地方 這裡就超適合 走吧 帶你們看看我的室友們 現在我也是貓咪父王 我也可以被貓咪包圍的 這是菠蘿 這是母母 這是炭吉 這是寶牙 摸摸摸摸摸 摸摸 其實會想要買這邊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為了要給他們一個舒服的家 第二個就是我今年把我的佛牌店轉換成做碗路 所以剛好有需要一個這樣的空間 第三個的話就是我覺得工作跟休息的地方要分開 本來就是一起的話會變成我工作很沒有效率 你們懂吧 第四個是你們現在還有看到一些空房嗎 我想要把那些空房弄成澎湃 我要拍商品還是我要拍照幹嘛 我一定都用得到 我也可以給人家需要的人來這邊拍 如果之後有按照我的這些想法進行完 你們就會看到影片而已 這根本就是貓咪的天壇跟玩具的家吧 我甚至連一張船都沒有 今天請隨便來看一下一些壁啞啊 紗窗就是要打掉要換的全部東西 我才發現買中古屋真的是有一個壞處 就是你很多線路什麼的 他原本用的不一定很完善 這邊要補那邊要補 邊要從前那邊要重用 就會花很多錢 因為這裡的原屋組他們買了之後 就沒有再住了 這邊其實很多東西都要重新弄 終於知道為什麼很多人現在都要買那種預售屋 因為它就是全部都還沒弄好 完全乾淨的就是一個展示間的概念 他們的進度很快欸 果然破壞是最簡單的 現在長這樣 然後這個是替板 為什麼是替板 這邊也差不多 差不多了 我真的很懷疑 我根本就沒辦法把它踹破 就你都出什麼說主意 跟我說什麼可以把它踹破 今天原本只說要來拆而已 結果道德跟我說 還是我們來實測 看能不能用腳把它踹破 我先第一踹給你看 看起來就不覺得很不可以 我覺得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他多堅固 怎麼會爆破 我就跟你講了 他怎麼可能踹得破 我跟你講你會被我的觀眾公幹 完全看不出來這裡是有一間房子的吧 我都可以跟人家說 我都可以跟人家說 還要來到我的秘密基地了 是完全被淹沒欸 現在要來把這些木材運走了 現在要來把這些木材運走了 現在一車走 突然一片光明 完全看不出來這裡是有一間房子的吧 這邊上來的地方是客廳 然後這邊是電視牆 沙發座椅區 旁邊就是中島廚房 我滿喜歡這個中島的 每個女生都有的夢吧 這裡就是一個餐廳區 牆壁的地方都已經斑駁了 我這樣看起來好像那個在賣房子的 先晚上走 現在都超沾 這裡是主臥的部分 那一間廁所 然後他整棟都是用這種木頭設計 所以我已經展青胎了 全空 就是他這些已經弄好的地方 我也沒有打算要變 打算也要換掉 電燈我也要換掉 他這個 不知道他原本是設計怎麼樣 看起來很像企業家的辦公室 進來有一股很熱的味道 每一層樓的地方就是 可能這一面吧 都會有斑駁啊 的這個問題 這裡還好 再來上來 剛剛忘了說 每一層樓的樓梯出去這邊的沙船 全部都像這樣 都掉了 可是這邊的好處就是 他的風景其實蠻漂亮的 這邊是三樓了 三樓就不是套房了 他的廁所就在外面 然後比較大間 這裡的那個 壁還比較嚴重一點 比樓下還嚴重一點 因為這邊已經接近要到頂樓了吧 就是都這樣 然後現在大家有沒有看到 三樓的另外一間房 他也是用有點合適的 可是 目前的計畫是 這邊要把它整個打掉 所以接近樓上比較嚴重 所以有個地方已經不穩了 就是怕危險 它有可能會搭露皮 什麼是搭露皮 它有可能會陷下去 這一層的電燈也都要換掉 我喜歡亮一點 那它沒有到很亮 而我不喜歡黃管 再上來的話 越到樓上越明顯 已經要到頂樓了 全部 全部都這樣 這裡是頂樓 然後 這個比較high 因為這就是把它弄掉 然後重新粉刷 因為這邊 是透甜 然後樓層就比較高 就整都弄下來 早說也要個 五彎 我不知道欸 我沒概念 我亂哭了 然後電燈也是都要換掉 外面 但是這裡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覺得它 視野很好 很遼闊 然後對眼睛也很好 就是風景很美 感覺晚上在這邊看夜景也會很漂亮 這邊看得到 好山 好水